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接着来介绍物理光学的部分 因为我们知道波动现象有四种 第一种是反射 第二种是折射 意思也就是说在过去 其实在19世纪左右 有光光的解释分成两派物理学家 各有所值 一派就是以牛顿为首 他们认为光是一种颗粒性 基本上就是属于偏向一种物质的一种性质 那另外一派认为它是一种波动现象 所以颗粒性的解释 就是用光的反射跟折射来解释 所以我们称为几何光学 另外两种波动现象 就是干射跟绕射 它是属于一种波动的现象 所以我们就称为物理光学 那第一个证实它是具有波动性的物理学家 就是Thomas Yang这个人 他因为在一个巧合之下 他发现了光会产生一种干涉的现象 从此就开启了物理光学的一个时代 这是给大家做一个简介 那我们下面透过图形跟公式来介绍它的实验 我们先看它的图 这是一个光的干涉图 当这个一个光源经过这个狭缝的时候 这两个狭缝就相当于是两个光源 两个星的光源 然后当这个光汇聚到这个P点的时候 那因为光层差的关系 就是P到S1跟PS2的两个距离的绝对值 就是PS2减掉PS1 如果刚好产生一个颇长的整数倍的时候 那在P点会出现一个建设性的干涉 就会出现一个亮的条纹 那如果PS2减掉PS1呢 刚好等于半个颇长的激素倍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一个破坏性的干涉 在P点产生 那这时候P点就会出现一个暗纹 意思也就是说 它在这边会出现一个明暗相间的干涉条纹 而且间隔非常的明显 那中间的话呢 因为中间它是S1跟S2的中垂线 所以变成PS1跟PS2的话 就是SS2跟SS1的距离呢 一定是等于0的 那这个一定是出现一个亮纹 那这个亮纹呢 我们称为中央亮线 中央亮线的一个位置 那P点呢 我们在这边把它定位成第一亮线的位置 就是换句话说 PS2减掉PS1呢 就会等于一个颇长 那如果它是定义成第二亮线的话呢 那就表示PS2减掉PS1呢 是等于两个颇长 以此类推 但是如果P是代表第一暗线的话 那就代表PS2呢 减掉PS1是半个颇长 那如果P的位置定义成第二暗线的位置的话 那就代表PS2呢 减掉PS1是二分之三个颇长 以此类推 那在公式里面的DeltaY 是代表相邻两个亮纹中心之间的距离 也就相当于是亮带的宽度 好 那我们下面来透过公式再做进一步的了解 这个DeltaY呢 是代表亮带的宽度 也可以代表暗带的宽度 是都可以的 它的公式就是根据相似三角形的比例关系呢 我们得到的一个公式 这个Lamta呢 是代表露射光的颇长 那L呢 是代表这个霞凤跟光屏之间的距离 这个D呢 是代表两个霞凤之间的一个间距 一个间距 好 接着呢 我们透过这个立体 对于这个双霞凤干涉的这个实验的作用呢 我们会做更进一步的了解 我们看这个实验的设计 它这个两个霞凤的距离 假设是1.8毫米 那光屏跟霞凤之间的距离呢 是6公尺 它刚好会产生这个明暗相间的干涉条纹 那相邻这个亮纹中心的距离呢 也就是代表亮带的宽度呢 就是这个Delta Y 刚好是两毫米的话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实验装置呢 可以找出这个单色光 这个橙色光的颇长 就是透过这个实验呢 可以很快的就可以把它找出来 所以根据刚刚的公式 这个Delta Y就是代表亮纹的宽度 那这个是陆色光的颇长 因为我们是用单色光 那这L是代表光屏跟霞凤之间的距离 这个D就是两个霞凤的间隔 我们带进去以后 那很快的就可以算出来呢 它这个橙色光的颇长是 六乘上时的负七次方公尺 也就相当于是六百个奈米 六百个奈米 好 以上呢 就是有关这个霞凤的这个实验的 它的一个介绍 那因为这个实验呢 在整个物理的这个领域上面呢 它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就是证明光呢 它是具有波动的一个性质 那一直到了二十世纪左右呢 爱因斯坦就综合这个物理学家的争论 他认为光呢 同时间具有颗粒性 就是物质性跟波动性 这个我们以后呢 会再陆续的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好 那有关这个双小凤干涉实验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by bwd6